今天访问沈春华好好笑 沈春华 那有意思 我说到哪里了 对对对 我节目就叫 我说到哪里了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从电梯里面就一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已经开直播 欢迎上中广流行网 及王伟忠的脸书 粉丝专业收看 今天我们邀请到Summer 大家好 临有会 有人知道你叫林有会吗 知道啊 还是很多人喜欢直接叫我名字 叫有会 林有会 Summer 然后恭喜了 你看我们的标题恭喜了 谢谢 真的很恭喜 从心里面就恭喜 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才几岁 从纽约刚回来 对高中吧 高中 高中的时候就认识 见过 对因为爸爸在工作 爸爸会带我们去现场 对 小时候就跟着进华士棚 从小 国中高中吧 然后再大就是念书回来 再早的时候 你爸爸是台视 是电视阶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那时候节目 林峰有个节目 叫电视阶 我退伍之后执行的节目 然后那时候就给我介绍 林光玲 对 他从秀场过来的 对 说这个南部蓝宝石 有一个奇才 林光玲 他是幕后工作人 那时候我们就要找新的 因为我们先综艺版用很多宝贝袋 对 那这个电视界 我就找双阿希 我同学 就找新的宝贝袋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奇才 他就来了 然后我根本不认识他 是秀场的一个经理 对秀场经理 他负责排秀的 就拿着这个什么 西装就来了 那个王伟中 伟中哥呢 伟中哥 会演戏 试试看吧 对 好可爱 他很喜欢 我觉得 他喜欢表演 他很享受舞台 他以前是雷鸟和尚团的 对 他跟我妈妈认识 就是在 好像以前听他们讲 是在美军俱乐部唱歌的时候 对对 我妈妈是唱歌的 我爸是弹琴的 对对对 你爸就追你妈 对 你妈讲他们的爱情故事 我妈妈 就我妈的说法 我爸那时候很火 就是女生都很喜欢他 真的假的 真的 不因为你爸会逗人 有才华嘛 爸那时候很瘦 钢琴弹得好 两个大梨窝 对 然后他是精通各种乐器 他没有学过 天才 但是他也是鼓啊 吉他 keyboard啊 什么都会 又会唱 对 就是在那个时候 还蛮 蛮讨喜的 我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个球了 对 小球 对 但他以前真的好瘦好瘦 我看我爸妈结婚的时候 而且他们两个生我时候 才21 谁21 你妈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童年 对 爸妈童年 对 林光临两个大梨窝 酒窝 你有吗 你们家 我弟弟有 我弟弟长得跟我爸一模一样啊 辐车版 他弟弟后来也在我们公司工作 小胖子一个 现在做这个 演唱会导演 演唱会做很好 然后这个 姐弟在一个公司 你爸爸一定很开心 很开心 他就说 我妈这一辈子 唯一做的对的事 跟好的事 就是生了两个 他很满意的小孩 喜欢这个行业 而且做的不错 对不对 然后你等于是在娱乐圈长大吗 你妈也是 我们两个都是 全家都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娱乐圈 你爸妈完全是赞成的 其实不算赞成的 因为我当初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骗我爸是念商科的 你是在New York 读Tech New York 我本来爸爸是不让我去大城市的 就把我 你爸哪了解美国 他懂啊 他那时候不是宣慧侨胞 整天往外跑嘛 他就觉得他听他的朋友 把孩子送到那种大城市的 都要开跑车呀 什么的 他觉得他富不起 富不起不可能 然后我跟我妈两个就计划很久 最后申请到一个Kansas 我大学是在Kansas 硕士才在New York 然后他在Kansas参加了 我的毕业典礼以后 他才知道我念的是communication 他整个傻眼了 但是也因为我在那边念的还不错 系主任都跟他碰面 本来还希望我留在 那个学校继续念 然后我就跟我爸撒娇了 我就说爸爸 我既然已经都念这一行了 我应该去大城市走走 我硕士可不可以去纽约 我爸喝醉了嘛 我毕业典礼 我就跑去那边念硕士了 你硕士都读什么 也是communication 也是communica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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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电影 就是有就是communication底下 不是又可以分支了吗 那时候就多念了电影 跟art therapy 然后你回到台湾 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 是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ok 第一份工作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Summer那时候 从国外读书回来工作的状况 不说话 不哈拉 就是闷的头做事 哎 我就说闷头做事 我很乖 就 然后 因为我很紧张 我们的综艺大姐 葛福洪 葛姐 你做她特助 那后来 后来 后来一开始做执行制助理 对对 很多事情 那时候我们看完 是不是刚创TVBS 我也忘了 对 其实那时候的梦想 就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梦想的工作就是TVBS 对 就是我们创的 93年我们创的TVBS 对对对 我们就想回来过这个新媒体 因为那个时候是Cable 刚刚起来的时候嘛 对对对 刚刚起来的时候 所以你的梦想 就是想说 那爸爸就一直希望 我进华世啊 那时候就是希望 能进电视台了 对 但是因为新的是Cable嘛 对 你就想去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就自己生 自己 我是自己送履历表 没找到我 然后爸爸把我安排到东森 然后其实我才进去 第一个月 我收到TVBS的通知 叫我去应征 我就应征了 应征进来以后 你们才知道的 对对对 我是自己应征进去的 我去节目部应征的 好像才知道 这个是林光玲的女儿 后来才知道的 对对对 我做事真的很能干 闷得头做事 后来做了葛桥姐的 特别助理 你才知道这个行业 没有日夜 没有日夜 24小时 没有嫁人 一直都是这样的 到现在还是 我觉得 但我觉得可能 也喜欢 不然也早就受不了了 我自己很习惯 你小时候跟着你爸妈是 后来你妈就不唱了 对不对 我妈不唱 但我妈一直在绣场帮助爸爸 因为我妈是服装设计科出身的 所以我爸只要安排那些主绣的绣服 我妈会画 然后去找裁缝师做 那个年代都是做绣场的衣服 都要用画的 我记得有 我妈妈是用画的 我妈妈很有这个美感 天分 我妈美感很好 天分 OK 然后呢 你爸爸在秀场做经理 对 他就是安排绣 对 然后你多小时候在绣场 我很小 我小学的时候就敢上台了 以前在高雄 蓝宝石跟喜香逢 喜香逢 喜香逢是在台北 迪斯角是在台北了 对 爸爸那时候在高雄的时候 只要那个ending的那种大秀啊 需要那种Sakura上台 就是配合搭枪或者送花 我一定是坐在观众席standby的那个 就从小就爸爸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我也没有不好意思 就那个时候才小学 小学三年级吧 秀场基本上是来来说说黑白两道啊 艺人也多啊 你那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就不懂啊 就习惯啊 我那时候真的以为每个人家里都长这样 就是满屋子兄弟 然后我是真的 那个年代啊 现在当然不可能了 小时候真的是觉得 好像枪是家里必备的东西 上次会掉碎碎碎碎 其实蛮可怕的 但我不知道耶 可是你爸爸是一个人缘极好的人 他也不是黑道 他完全可以跟大家这样子 他就是跟什么人都是好朋友 他到现在也是 我觉得我爸搞不清楚状况 有时候 分不清楚谁是兄弟 谁是谁 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会觉得今天这些事情与他有关 因为他不involve嘛 可是你爸爸也是被五十刀砍过 砍过 他是左手右手 他大腿 大腿 他在晚上秀场 倒秀的时候 兄弟上去砍嘛 所以大腿被砍了一个 砍到大动脉 送急诊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 后来为什么我家里会看到这些兄弟就是因为爸爸被砍了以后把他被背着上班 爸爸是被背着上继续排秀 继续排秀 然后我跟弟弟那时候很小是被兄弟带着上学 怕被出事 对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太小了不懂 就是这样环境 我那时候真的 我三年级才回台北 所以那就一二年级啊 那弟弟才幼稚园 对真的很小 可是这么小看这样的事情 长大之后还是对这行业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是各过各的 秀场跟电视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过娱乐圈是挂在一起的 挂在一起 对 我觉得是沟通的语言不一样 怎么说 比如说会越来越文明嘛 应该这样讲 以前就是嘎嘛 对 会出事就是因为要嘎戏嘛 嘎角色嘛 嘎角色 然后说就要压人嘛 抢主秀嘛 跟我们抢CAS是一样 对一样的 可是我们这边是用说的用求的 用瞧的嘛 对用瞧的 用比较文明的方法 那以前因为可能还没有这么进化 那以前也没有这么多人监督 现在是更可怕 现在全民都可以看到你的一切行为 对对对对对 人是被管束的动物 他在越来越多人监督的状况之下呢 他自然会文明化 那在那个年代是没有 很多on the table 我记得我爸以前开车进那个蓝宝石的时候 会先经过一条像夜市的地方 永远进去的时候 那个大家街头巷尾都会打招呼 丢什么番茄进来给他吃啊 冰榔啊 人员好 人员好 每个车窗都要摇下来 他会送一些什么吃的喝的啊 都是就很有人情味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那感觉很奇怪 我觉得有一天 如果你做戏的话 你应该做你爸爸这一段 很精彩 其实很精彩 好多故事哦 瞧王 真的瞧王 瞧王 然后到了你现在 后来做经纪人 要瞧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我遗传到 或者学习到 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后台 看爸爸在瞧很多事情 不管妈妈在瞧衣服 爸爸在想道具 爸爸在想主秀 怎么样surprise 我都记得我最深的印象 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我爸那个idea 真的酷酷毙了 举个例子 我二年级的时候 他们主秀 不是都要噱头吗 跟现在一样嘛 就是要大秀 我记得马斯利有一场秀 是一个透明的浴缸 浴缸是透明 里面的水是会看得到的 他是推出来的 你要想那多久以前 那ending秀一定都是 蜡到不行的 都是灰台鑫啊 什么都是这些熊海灵啊 飞真灵啊 都是这种大秀 对对对对对兰肯 我就记得我爸每一次 想的秀的那个收场 的道具都非常让我觉得 哇哦 Waters 你怎么想得出来这种东西 然后就找人做 嗯 那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就做 然后我爸从小又很喜欢带我跟我弟弟看很多演出 我跟我弟从小就听很多西洋歌曲 然后去看一些老外来的秀 所以我觉得我爸这个东西有耳濡目染 我跟弟弟 但是小时候想做传播并不是想做秀 想做什么想跟艺人有关系的事情 有吗 没有 跟艺人有关不会想的这么直接简单 其实就是想做这个行业 你会觉得这个行业你好像很熟悉 你不怕了解 好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访问不怕的Summer 不怕 抱着你怎么样 不就那样 明天坐在那 我昨天还在说 我没这样回去跟他问好你有吗 我有 然后他就会一直repeat说 帮我约谁吃饭 帮我约谁吃饭 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他现在完全是离不开我们家他那个小地盘 因为他各方面都需要照顾 他也是会发脾气 天天发 那你妈呢 所以我妈跟我弟弟最可怜 其实可怜都是 他现在 我觉得他的一切行为 可以说合理 也可以说不合理 合理就你把他当生病了 他合理 不合理的话 他的状况就是 也许他 被困在那里 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 传达他想要做什么 讲不清楚 他只能这样子闹 他只能闹 所以但是我们因为他固定两个礼拜就进荣总嘛 然后荣总的医生帮他做各种测试 也没有发现他有老人痴呆 没有 可是他跟我们讲的话 有时候会跳回到40年前 我也是这样子 不是 我就讲清楚一点而已 不是 我们刚刚不是在40年前 不 他会说 你去我抽屉拿 什么什么什么 有一串什么东西 他会跟我妈一直讲 然后 脑筋是一个会放电 会交错 对对对 那现在他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可是他 好吃 你们结婚的时候他很快乐 他很清楚 他很开心 对 然后他到现在每次看到我们 就在告诉我 我每一次去 他就多想一个idea 他一直在安排我的 那个 我的婚礼的秀 到现在 我傻眼了 太好玩了 他一直在安排秀 光临是好玩的人 他就一直活在秀里面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去年最浪漫的故事 Summer 大家好 聊聊你的那个 从小在娱乐圈长大 现在弟弟在做演唱会 对 你呢在做经济各方面的工作 等等 我们看到你爸爸妈妈 我以前也是21岁就在 所以在连鸟汉的才在美军俱乐部认识 这样子一路过来 你爸爸 我看那个报道还蛮感人的 你爸那个 因为中风之后 手有点萎缩 然后他签你们跟老肖的那个 对 签字 证书 那幕你很感动 很感动 其实因为这个东西 也是没有计划的 是没有 没结过婚嘛 所以我也没经验 我就问秘书说 那去登记要做什么事 秘书就交代 秘书把流程都弄好了 秘书就跟我讲说 你要带身份证带什么什么 他说都弄好了 你不要急 然后他说只要找两个人 证人签字 我说那这两个人需要什么 他说只要是成年人 然后不一定要是家人或什么的 那我就回去跟老肖商量啊 老肖就说我想想 他说我想想 然后他就说 他还是希望 第一顺位是给我们家 两家父母家长 然后我说好 我说但是爸爸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签 他说没关系 我们就试试看 他说爸爸如果不行 你爸爸可以闲城草书 对 他说爸爸如果不行 妈妈签嘛 一样 OK 然后那天其实就很 真的是没有设定的 他就把 就突然跟他爸妈说 去我爸妈家吃饭 因为他爸妈跟我爸妈住在同一个社区 然后其实很方便 就说吃个便饭 其实之前都没有过 之前都没有 没有这样安排过 都没有 OKOK 然后 但认识很久了嘛 当然 就因为工作啊各方面 所以都认识 然后就到家里了 吃完饭以后老肖才拿出来说 今天有个任务给你们 那其实我也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跟他们正式讲这件事 其实就是直接交给他们签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并没有私底下跟他们沟通好 其实就是要他们签了 那老肖的爸妈很开心 然后爸爸在签的时候 妈妈还一直盯着他说 你要签整齐啊 让人家看清楚是谁的名字啊 然后到爸爸那边的时候 他们就印了很多张 怕他签错 OK 哎呦好细心啊 然后我弟弟就在旁边 先抓着他的手 然后再做这个事情 然后每签一个字 你就听我们全家在鼓 就很大声说 哎呀好棒啊 好厉害啊 爸爸这么久 一直鼓掌 然后其实我是 当下我是讲不出话 因为我发现我弟弟跟老肖 很会哄我爸爸 就是我发现他们比我还细心对待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我感动 就是感动上的在家感动 就是我觉得其实 我一直把这件事情看得很 我一直淡化这件事情 我一直淡化这所有的整个流程 包括从结婚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但我发现其实 其实我弟弟还有我弟弟老婆 还有老肖 其实我觉得身边的人 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 我就跟老肖讲嘛 说结婚家家都有发生的事 怎么跟你结个婚 把事情闹那么大 我说我确实有点不太习惯 他还是有点仪式感 对那就是仪式感 当然我还是我就讲 我说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只是说整个过程其实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内 而且老肖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说他以前很讨厌 因为他当艺人从19岁就被我们盯着 每天拍他 他有时候觉得很烦 测拍什么 他就觉得你们怎么老在拍我 但是那一天是 签一半之后 他把手机他急着就拿出来 其实我弟弟已经在拍了 因为我弟是个导演 习惯性会测拍 他就拍 然后那天所有的过程 他拍下以后 他自己就讲 他说其实他从那天开始 他发现真的要记录 因为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 就是他拍爸爸签的那个过程 其实如果我们慌 像我那天是愣在那里 我是愣在那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干嘛 对对对对 那个太对你来讲是一个大时间 对我其实愣住的 然后但还好他们两个都记录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看到我爸笑成那样 我爸很开心 而且他虽然口齿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不是忘记很多事 可是对于这件事 截至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 非常清晰的 我是做爸爸的 女儿结婚对一个父亲有多重要 对 那一刹那 他说的 你知道他签字的时候他有多谨慎 对 就是签一张就签成了 对 他有多谨慎 对他签一张就签成了 那个紧张的那个紧慎 他以前弹钢琴最喜欢 他去玩的那游戏就 哎哎哎 下去就签了 他多紧 你知道那个感那个 你不记录下来 你看不到一个这么爱你 那从小看起来糊里糊涂的 但是这么有这么风趣的一个人中风之后要签那个字 他有多害怕跟多谨慎 对 有没有拍到你妈的表情 妈妈没有 妈妈不在这边 哦 我们全部人都在都在红爸爸 妈妈还好 妈妈 你妈妈一直很酷 妈一直很酷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 我现在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也想知道 因为你跟老肖这个事情一直有传闻 但没有任何人证实过 你爸妈知道这个事情 你们俩正是在恋爱了吗 多久的时候知道了 应该是说 13年来 1314年来 十几年来应该只有我家人知道 但我们不是正式交代 就是没有说我们我们俩在一起了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个话 只是他会到我家吃饭 那因为因为是这样的 我爸在还没有生病前不是以前有个 Piano Bar 所以我以前就算在隔减那边上班时候 比如说我带F4 孝天他们也都跟我爸爸妈妈很好 都会到我家吃饭 就是我们的互动一直都很亲切 爸爸都会跟我的艺人或者我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演唱会他也都会在 所以我爸跟我妈对于我跟这些人的情感很好 其实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我父母应该是知道的 只是没有不敢问 我爸妈对我是很 因为你做得很好嘛 他们不太敢问我 为什么 大女儿比较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工作我工作 我很奇怪 我是我们整个family的leader 从小就是从小就是看得出来 整个family whole family远亲都知道 什么我们家里都有一句话是问姐姐 对这是顶梁柱嘛 我看你弟对你那状态就知道 就是家里那顶梁柱 然后你有能干 说实在也能干 从小就能干 因为我我比较不会情绪勒索所有的家人 我们讲回来 他们两个知道的不敢问 不敢问 到什么时候才去说你们要不要 没有就宣布他们 我觉得他们一副就是理所当然 但是奶奶啦姑姑啦就很兴奋啊 就说真的吗姐姐 连家人都这样子啊 对 因为我们没有刻意讲啊 没有刻意讲 可是你的朋友那些大家 没有朋友当然不知道 对啊 对啊 过去十几年是没有的 我们我从从从新光大道 你带他来2007年开始 一直到你们结婚 到我们家在吃饭 我也我小慧问我 我也搞不清楚 我我这老狐狸 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很保持 那个公司分明的状况尽量啦 其实有时候我都自己觉得 有点太明显了 尤其这其实这几年 老肖会刻意的开始让 不就没有那么隐藏了 OK 对 好马上回来 好有趣 这份爱情还蛮有意思 这份爱情是个大故事 是个好故事 他是个 他好人啊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这么多 怪人 这么多 这么多艺人跟经纪人的 都是有很好的结果 对 对我就讲 我说其实我们俩最大的 不同就是年龄上的差别 其实还好 你看你 你跟 我再算 我说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带他来 新光大厦 他30出头 很年轻 对 Summer 姐姐而已 对 你现在看什么 就差十几岁 可是31岁时候 他十八九 他二十岁 对 二十岁 姐姐嘛 那个很简单 对啊 不过我就常讲 我说可能真的是因为 韦中哥认识他 他就知道他很稳重 很稳重 非常稳重 他很早熟 而且不语 对 君子不语 你看他永远就是安安静静的 安安静静 他很特别 所以他特别稳重 我特别幼稚 所以这个中间的年龄差 可能就 就有一点 我跟我弟弟都遗传 我爸爸 就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几岁 疯疯癫癫的 不会 但你能干 我说你的能干 刚刚就他又 就是配的很有意思 不过还是很特别 很特别 他确实很稳重 这个缘分是很特别 我们再回来了 好 大家好 我是韦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Summer 恭喜了 你说你爸爸现在很喜欢谈到40年前的事情 我要谈到2007年 星光大道的事情 老夏来 你带他来比赛 来踢馆 不是 他是踢完馆以后 我在电视上看到他 找到他的 对 找得真快 你不是带他来踢馆的 不是 我不认识他 小战只跟我讲说 这个很厉害 我看的时候是很厉害 后来你们才 他是你们海选海来的 对 然后呢 我在电视上看到 看到他以后呢 不知道该怎么找 我就问桃子 桃子就说 我没有他的电话 但是我 我有看到我的化妆 是叶小金有留他电话 我就打给了小金 然后我就跟小金讲说 你帮我问问他 愿不愿意 跟我通话 因为我不想这么 没礼貌就打去给对方 然后我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跟他联络 所以就 后来就约他了 约他的那个同时 我知道大概 整个台湾的经纪人 都约他了 因为我们都是 做节目的人 我们都不会去注意 这个经济的问题 反正我们有个约 因为那个年代 就是都不会 就做节目嘛 对 那时候就杨忠宇 跟他打的时候 对 那他就很特别 他这个特别呢 不是传统型的艺人 对 然后就给你们认识了 就这样子 就一路这样子 发展下来 还好有带 他是个怪人嘛 你看那么fast 这个人 他无穷的潜力 不管是音乐也好 也会打篮球 他什么都很厉害 对啊 动静皆宜 然后安静起来 又安静的 他写了书法 对 他怪咖 怪咖 那我 我说下次有机会 再聊聊这个怪咖 好 可是你们两个 就这样一直工作 一直当时 他有你的带领 他各方面 他当然很红 我就刚才很怀疑 那个其他的工作方面 跟他的成就 跟你们的互相努力 很多多人都知道 那艾苗什么时候 开始烧起来 那个突然 这一定突然有一天 经纪人跟跟艺人 有一个那很微妙 那个地方 怎么 我好奇了 这可以讲都结婚了 不是我其实没有 我不是一个太浪漫的人 我真的不是 他是不是 他是吧 我觉得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是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 其实也没有 我们俩没有 从来没过过节 比如说我们俩 今年刚结婚 情人节那天 我们也不会特别要过的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 什么吃个饭 过节都没有 就我们的生活 真的日常 到你们不会想象 这么日常 我了解 我老婆也会常跟我讲 你不要过得太日常 情人节该干嘛 我们完全没有 那也不可能是在 去年的你生日的时候 6月27号 那一天突然告诉你说 我跟你求婚了 你们才艾苗才起来 不可能吧 我觉得这个 当然是在从 朝夕相处之中发生的 然后等到他正式 跟我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表白 表白然后谈 正式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 也真的30了 其实是没有几年前 当然我们就是 45年前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跟我聊的原因 是他可能自己认为 自己30岁的一个门槛 他想要 因为他以前常访问说 他希望他的结婚年龄 是30岁 他这么讲 他有这么说过 然后但是因为我拒绝掉了 我跟他讲我觉得 不想影响他的事业 你也是这样想 这个想法很传统啊 就是经纪人不希望 不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的相处 是没有任何的bug 而且全世界都不知道 我们反而相处的很轻松 就是我们不需要为别人 有个疑似或怎么样 对我们就很轻松 我们的相处非常轻松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其实在这 从30岁以后的 我觉得每一年他都跟我提过一次 他都觉得他想要跟大家说 跟大家说 那中间又经过了疫情 我告诉他说 这个疫情大家氛围都这么的当 我觉得不要在这个时候 还宣布这个事 我说没这个必要 反正我每次都给他一个理由 所以这一次 他是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办了这个事情 OK 因为呢 因为你们就养狗嘛 你们互相叫爸爸妈妈妈 那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妈妈 我知道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的委屈 所以他一定要跟你求婚 他认为你的委屈是什么 奇怪 我其实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我委屈 但我真没有觉得委屈 我看起来也不像是个会委屈的人 那他说这委屈 我觉得他认为的委屈 就是我没有在台面上吧 他认为可能是不是正常的 一对男女朋友 为什么要躲躲藏藏 可能是这样吧 他觉得我们是分开住 我对男女的事情不熟悉 不要胡隆我 可能我觉得他是这样想 一对正常的男女朋友 应该是公开的进进出出 而我们都是没有这么光明正大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 也会是公共 对啊 我们俩工作都在一起 我在吃火锅碰到你们 很多很多年前 经纪人跟老肖 然后带什么 你们请我们吃饭 都很正常 对啊 都很正常 我觉得他是替我想太多了 他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生了 我觉得就是有责任感 不过求婚那一刹那 你还是非常感动 当然 又紧张又感动 就是想 你但但女人有直 有有这个直觉 你觉得是 something happened 我我跟你讲 他真是遇到了 天时地利 因为第一个 我那两天偏头痛发作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12点差五分 真的很严重的那一种 就是完全 中而不平衡 然后是不能听到声音不能看到光 很难受的 那两天我是一直在吃药 人是恍愤的 然后我就知道我隔天要过生日 有很多朋友要来 因为是大生日 所以我压力很大 我想说明天朋友来 我又头痛 我又不能喝酒 我要怎么招呼朋友 所以那天其实我是急的 赶快回家休息的 然后一看我样子就知道 批头散法 我根本 我要是知道有这么个局 家里有这么多人在迎接我 我好歹也 导食一下 整理一下 导食一下 对 所以其实是 真的是没有 我觉得是刚好碰到 不然平常我确实很敏感 我确实很敏感 所以趁你偏头痛的时候 我那两天是痛到 好 那真的跟你求婚那一刹那 偏头痛是不是一刹那就好 后来当然不痛了 而且他很聪明 他从我进屋子开始 他就安排每一个人见到我 都跟我说生日快乐 合理 因为我生日每个人都灌我一杯酒 对对对 所以等我到三楼的时候 其实我是蒙的 傻的 傻的 注意力不太集中 不过你那个你是有讲我愿意 三个字 他说 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我眼神飘了 我其实是可能吓到了 我其实不记得 是他跟我讲的 所以他喊很大声 他喊很大声 我回很大声 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了 OK我知道了 你要跟我讲是我知道了 OK 我眼神飘了一下 他因为我在紧张 我在想怎么办 不是不愿意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好了这么浪漫的故事 我们后面还讲 因为有谈喝酒 所以NCC规定叫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什么 哎呦好美好美好那个什么 真是有意思 你这讲完之后 这讲完之后有很多男人 这个是老婆说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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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上面 你看老孝人家做的 哈哈哈 也不是啊 人家十几年就做这么一道 我们平常也没在过任何节日的 有意思 好快哦岁月 对好可怕 昨天我福龙的那个同事 金金姐 金金姐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是我们 大概是2000年时候的合照 那就是24年前了呀 2000年是24 93年创 TVBS吗 2000年对 我在福龙的时候 2000年 我的老天爷啊 然后我看到照片 我就说天哪 就是我们有汉金啊金金啊 宿平啊 宜君姐啊 我是93年 我想看 我93年我们做联谊 做TVBS 对 95年我做台北之音 对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几年了 对 2000年我又跟隔酒合作 我们隔壁房间 对对对对 在那个 那叫什么燕集街 对对对 燕集街 对燕集街 光复南路的巷子里 好快 中间有个小门可以穿来穿去 对对对 对不起的 对 好快哦 我是97进BS的 97 一进的时候 我已经去做台北之音了 对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Summer 恭喜了 谢谢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老肖求婚的过程 十分感动人 如果今天听完这个广播 或看完这个YouTube之后 回去很多女的会跟着老公 看看你一看 大家都看 学一下 太烦了 学一下 不会了 不会了 哎 可是你说以前是工作关系 也没有这个 没有正式结婚 现在结婚之后也没什么不同 其实没有不同 因为你要十几年的生活都长这样 其实也不会因为一个身份 改变而调整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倒不会 现在顶多就是 我会常常陪他回家吃饭 这是唯一 唯一不一样 就是现在他 因为他很喜欢跟他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聚会 就是回 他的爸爸妈妈家 或者他的家人来他家的时候 我就会在了 以前是不会的 OK 以前完全不会 老肖现在应该是有新的工作 对不对 要唱要唱musical 音乐剧 音乐剧 最近比较如火如荼在准备这件事情 吃在什么时候会开始准备 什么时候准备开始演出 4月11号 好像在上海首演 上海首演 可以讲吗 可以 胭之寇 哇 他这次就是演 十二少 嗯 十二少 那其实我我们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个大概一年多前 因为我们都会开始规划后面的工作 那去年他不愿意办演唱会 也没有接任何的音乐众议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专心在自己的专辑上 还有就是他希望把音乐上的表演 留给自己的演唱会 所以他希望在电视上的曝光 关于演出这件事情减少 所以他可能就参加 比如说跑跑那种 综艺类的 可能吃吃喝喝啦 这种他还他还有接 那今年我们当初这个上半年的规划 就是接触一个不一样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最近常在讲 与其说跨出舒适圈 不如说我跟老肖一直在寻求 把自己的舒适圈再扩大 就是让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跟熟悉的事情更多 因为他从19岁入行到现在 也38了今年 要37了 那不能一直是 从身体里面掏东西出来 我觉得要一点东西去刺激他 虽然音乐剧 我想不管舞台剧或音乐剧 所有参与过的 韦中哥自己也知道 这个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艺人 拿来赚钱的工具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可以 带给一个艺人 很好的经验的一个项目 生命啊 对很有项目 增加极大的生命力 就是我这么讲 寿命跟生命不一样 你寿命很长 但是生命力很弱 对 可是你这个各种不同的演出方式 会让艺人的生命力加强 对 对他就一直很愉快 一直丢新的柴火进去 让他可以继续burn 好 要问你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 或者观众朋友会去 年轻人 会觉得现在台湾网红也很多 什么各种艺人也很多 经纪人这个行业 你有很多心得 比如说经纪人是一个 没有假日的 经纪人基本上 像你带经纪人就是他家人 连家人怎么样 你做过家人复兴过世了 你也要去处理 家人这个什么被讨债 被生病了 你要安排医生 对 讨债了 你要去解决他的债务 你觉得做一个演艺工作的经纪人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你现在来讲 我老经纪人 你是现在正棒的经纪人 你认为应该有什么条件跟感觉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可是有些 我也认为网红或者很多一些演员员真的需要经纪人 自己闯天下真的是太多盲点 不能自己敲落打鼓 一定要经纪人 你觉得有什么条件没有 在现在这个时代 跟我们讲一下 经纪人基本的逻辑 其实他就是个八角章鱼 他做的事情要很多很广 你可能下至帮歌手订便当绑鞋带 上到你跟所有的各种的管道能够沟通 你要用各种的语言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事讲 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要用不同的言语去沟通 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越来越文明化这件事情 以前很多都是靠关系 这个秀那个秀 这个节目那个节目 其实 现代的这个社会 在各行各业的道德的就是 要求上 我觉得你好像看起来 大家越来越open了 事实上 你应该要更小心 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得到你了 这是我们东方越南这样子 欧美不太在乎这些东西 对欧美不太在乎 我不知道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你说对欧美人来讲 还是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说对下一代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不是 因为对我而言 我觉得只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尤其你有话语权的时候 你应该对社会跟下一代是有责任的 这是我到现在还是很坚持的 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艺术其实是上天下地的 是越自由越好 但是自由的状况之下 就很像讲很多人讲说要做自己 要自由 但做自己跟自由的范畴太广 做自己跟自由的逻辑 我觉得最起码要在不伤害别人的状况之下 不然有的人会觉得这就是我的艺术 这是我的幽默 我觉得像我们就在讲以前的秀场的幽默都在损自己 现在很多的网红都是以推翻别人为自己的 但你考的一塌糊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年代造成的 但有没有对错 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告诉自己 你要学新的事情 你要学新的 当然当然 现在的经纪人跟以前的经纪人差异就在 你得比谁都杀得住车 因为以前我们只要对记者讲话 就把话讲完了 我们今天发一个稿 就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 我想怎么讲就说完了 现在你的艺人有自己的平台 你自己也有平台 你的工作人员有平台 你的歌迷有平台 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发出去一篇文章 就足以让你鸡飞狗跳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所有东西的控管上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那天就还在跟同事分享 我说哈佛有一个研究 说IQ现在不是一个决定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 而是RQ 好像是RQ 这RQ是在情绪控管部分 就是如果你像我是 大家觉得我是渣乎脾气很大 都觉得我脾气很坏 我脾气再坏 我从来没有在媒体面前 就是在我的FB上 把我不开心的情绪 或者我觉得不平等 或者我不快乐 就丢出去 因为这丢出去 没完没了了 不你从小的训练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从小长大 看的状况 还有你刚开始 你的训练都是这样子 其实是很难受的 是你一直压抑的 而且 我没有这么有修养的 我没有那么有修养的 好 没那么好 很难受的 难受的 不就如同你讲的 你是从BBQ时代 做到现在网络时代 对 以前面对媒体 现在面对的不只光是媒体 网红 所有的网友 酸民 以前你只要跟记者讲完 记者发一篇稿 说的人就知道 答案就是这样 现在不是 还有假的 假的 照新闻的 昨天不是一个颁奖典礼上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是奥斯卡还什么 一个大电影得奖的团队上去 中间站了一个网红 大家下台以后都没有发现 中间站了一个人 他是硬上台的 不知道是谁 现在的人什么糟都有 对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过有你 你自己又自己喜欢的艺人形态 我的艺人都不像 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 我就喜欢拐花烈子 我就喜欢有喜剧个性 我就喜欢 我都带新人 我全部带新人 小A三百姓镜 或者是小台湾 全部都 我都从新人开始带 我做新人我才能耍 我才能做我自己想做节目 我也很喜欢做新人 尤其唱片歌手 你才比较好 给他一个模型 但你会看到他的本质是什么 我是认为每一个人 都有可爱的部分 放大 放大可爱的地方 很有意思 现在其实娱乐圈是艺人多过于经纪人 经纪人是不够的 经纪人太难了 所以经纪人不够的状况之下 你要再创造出完整的艺人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我觉得台湾还是要往外发展 真的要不要太挤了 挤得谁都不认识谁 大家好 我是王美中 欢迎收听来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Summer 恭喜了Summer 我们谈了你很多事情 从长大 跟家人感情 老校的爱情故事 结婚 我们谈到你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从小时候就在这个秀场看 然后长大之后去学传播 回来之后在新媒体 然后以后自己又创业喜鹊 喜鹊娱乐 喜鹊娱乐 然后弟弟也做演唱会 这一路以来 你又签了那么多艺人 有自己的一个选择艺人的方式 是个非常成功的经纪人 你刚讲话很有意思 因为现在的时代 网红啊 YouTuber一堆 现在艺人多于所谓的经纪人 对 可是真的 我是觉得艺人还是需要经纪人 否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 在江湖上怎么闯的怎么样 或者你要做个事情 没有人帮你敲锣打鼓 没帮你倒是好就出去了 很危险 很短暂 经纪人本来就是好话坏话 都是让经纪人说的嘛 对 好话就是帮你敲锣打鼓 把你会的事情 把它说得更会 对吧 把会的事情说得更会 把不好的东西告诉你 你改掉或藏起来 这是经纪人的工作 那再来就是最现实的一面 做任何行业都会牵扯到要赚钱 那你在溢价或者在这些部分 其实艺人如果自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 我觉得确实很困难 很难的怎么给自己标价 很难的真的很难 然后你又要广结善缘 然后但是你在荧光幕前你是一个样子 但你在谈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一直保持那个状态 比如说笑脸赢人 然后跟他溢价你也溢不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 人扮演这样的角色去做 我觉得现在有个状况 如果听众朋友 我觉得经纪人是个好的工作 可是真的现在很多人自己网红 就自己找个助理 就自己去决定很多事情 其实这个生命会减短 那你真的要找一个朋友 真的做你的经纪人 真的要完全相信他 等等等等 要不然你真的 像网红的自己 或者是很多艺人 后来就自己找个助理 就闯江湖了 没有个人给他一起 你有一句话讲很好 你是说做一个经纪人 自己要是个理性的观众 对 那比如说你跟老秀 你们之间会有debate吗 会 对 有时候也会对这件事情坚持跟吵架吗 不会吵架 但是会感受到不愉快 这个不愉快是还好 是我们两个都有刹车机制 因为有爱情做基础 知道 我觉得我一直 我一直跟艺人都有一个这样的默契 就是我会让他们知道 全家可能唯一不会说好听话的人会是我 但我不会在大家面前说他们 那当然 我一定是关起门来跟艺人单独沟通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艺人离开我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他公开骂他 他会很尴尬 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我会给他鼓励 但是我会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会更好 但我有一次小雨就跟我讲 他说姐姐你站在台下看我们彩排的时候 就是我even戴着口罩 他说他都知道好还不好 他说我的眼神很可怕 还有旁边那个气 对他说他会怕 就是不好 老肖也讲过 他说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他说又怎么了 他会问我又怎么 因为不对的东西 他就看我是没有效益的 对 我跟Summer最好玩就是我们做生理之王的时候 两个就看着Manager 我们品足论足 讲每个人的音啊 然后讲每个人的表演 衣服也讨论 什么都讨论 那个真的就是 就是很有趣的经纪人 那个是个好节目 对 就看我们两个人讲那个 就很好玩 那好该直播 好精彩啊 都对了 就那什么地方对 对对对 那很有意思 不过说起来 经纪人实在是不好做 要瞧事情 还有要有专业精神 要有美感 对 而且要有情绪 对 情绪要收起来 对不对 收情绪就你讲的 面对这 和艺人有时候 他就是真的就是 艺人还是不一样 对 跟我们就还是 异于常人 对 那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又要藏自己的情绪 对 可是你喜欢做 你喜欢发掘人才 我很 我很享受这个工作 我没有一天后悔过 我做这个工作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以为这件事情 应该大家都会很喜欢 然后很容易接受 所以但我这几年 我就发现 我每一次都把 我认为的事情 太理所当然认为 比如说我认为 你们应该会发现这件事情 发现那件事情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就是你的精神 必须很分裂的状态 你一下子要在经济 有在带观众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 你要假设你是艺人 有时候你要假设 你是客户 就是我们永远都在换位思考 而且一直在换 而且说实在 你要一直陪着艺人 因为有太多情绪 几乎都要像个妈妈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做艺人 其实不能够完全 像我们这种老爷们 真的不行 所以我们就开个新公司 都是要找很多女孩子 或者是比较阴柔个性的男性 细心的男性 这种老直男很糗的 不知道怎么哈拉 不会 当年就骂出 落伍了 我真的是个性 我觉得实在的变化 我要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也给听众朋友 想做艺人做个参考 你喜欢 就说你了 因为每个人精神不一样 你喜欢的艺人 是哪一种艺人 以现在来讲 或会再一点点未来 我喜欢的艺人 不代表他一定是 大家喜欢的艺人 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这两年 很深刻的在思考中的原因是 因为我刚才就跟伟东哥说 我喜欢三观很正 很自律的艺人 但是呢 现在因为是个多媒体的世界 多媒体的世界 有时候非常自律的人 或者非常小心处理 自己一言一行的人 他很难获得爆点 很难获得关注度 很难被理解 你真实的个性 所以你很难在 这个大众词里面被看到 因为你就规规矩矩的 礼礼貌貌的 你说不对我的事情 我也不生气 我就不回答 你说对我的事情 我就说好 谢谢你 谢谢你发现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有好有不好 好的就是 他的状态一直维持在一个 很稳定的状态里面 你不用太担心他 那不好的就是 其实他在这个大众词里面 他很容易被淹没 所以这就是一直要我们在想 怎么样让他们的生活上面 有些东西可以再突破 多一点让人家看到他的生活面 但因为我喜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不让他们这么做 我没有不让他们这么做 是他们比我还不爱这么做 我在发发生活影片啊 发发花絮啊 说错话啊 我没有想拍 我不觉得我想做 我良情折磨而弃了 不管是怎么样 每个人所喜欢经纪人 或经纪人所喜欢艺人 如果有默契 是对的话 就会到这 那讲回来 还是社会上有一些人 想好好做这行业 也就是说三观很正 也不想能不能爆点 也希望做好好的工作 可能生命可以做比较久 有可能了 对 这些艺人基本上是 还是你喜欢的 是是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 还是有机会做这样的艺人 当然 我现在还是在签这样的艺人 不管在哪里 我喜欢的艺人 其实很像 OK 所以各位如果说 你三观 自认自己很自律 自认自己不是靠爆点 靠很多能力 自己一步一步去做 才华洋溢 请找Summer Summer 现在就Summer了 Summer也不可能 就这样 OK 恭喜 谢谢我张哥 一切恭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